下面让我们欢迎多伦多的徐家卫同修与我们分享 原本忧郁厌学的徐同修 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明心见信 了悟人生真谛 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在座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叫徐家卫 来自多伦多 再次感恩 执此殊胜姻缘与各位分享我的学佛体悟 如何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使自己从一个缺少生活目标 性格忧郁 失恋 念学的少年 转变成内心积极向上 充满阳光和理想的学佛人 同时 感恩我的母亲 在我即将迷失之时 及时伸出援手 为我诵经祈求观世音菩萨 并带我走进观音堂 引领我走出苦海 慢慢唤醒我内心的觉知 曾经的自己是一个厌学的少年 并一度迷失在失恋与热恋中 甚至在参加今年一月悉拟法会之前 我还沉溺于一段充满幻想的暗恋 初中开始 交往过很多男朋友 用尽真心 身心俱疲 且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我一直不解 甚至感到自卑 并不惜伤害自己 如此这般持续六年 直到我的母亲接触了心灵法门 为我念诵了千章佛教经文组合 小房子 才让我从过往中慢慢清醒 慢慢放下 各种心酸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不离不弃 感恩人间母亲不遗余力的救度 学佛后才明白 一切皆是因果和缘分 前世作恶 今世受报 前世伤害别人 欠了情债 今世逐个来向我讨要 佛经中常道 纵经千百千节 所作夜不亡 因缘惠玉时 果报还自受 在因果面前 一切皆平等 所以奉劝大家 切勿作恶 常重善音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啊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前 晚间睡眠不佳 时常噩梦连连 即便在睡梦中 精神也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学佛后明白了 这叫孽障 激活后会变成灵性 通过梦境来显化 就有可能是被一些人 僵尸或者怪物追击 通过念诵经文 和佛教经文组合 小房子 可以大大的改善 这种情况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在末法时期 将心灵法门降于人间 免除了我们 很多的苦痛和烦恼 拯救了我们的慧命 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和宇宙的真相 须知人的肉体会死 但精神不亡 所以佛陀 2500年前所宣讲的 佛法教义 仍流传至今 仍受世人景仰学习 2018年中旬 慈悲心门开启 于观世音菩萨前发愿 我愿终生如素 请在座尚未全素的佛友 和叔叔阿姨们放心 素食并不意味着营养不良 通过合理的膳食搭配 素食可以非常地有营养 且美味 更重要的是 相较于婚食 素食是一种更健康的选择 从佛法角度来说 食素意味着慈悲 且不再和这些动物结厄缘 须知 欲知世上刀兵节 但听屠门夜半生 尤其是末法时期 想要一生平安 躲开刀兵节 战乱 甚至于意外的人 就要吃素 并且吃素 可以保持我们的身心清净 身清净了 心自然也就清净了 就更有智慧了 感恩佛法 教会了我这些道理 让我少造沙业 将来免受恶报 今年一月的悉尼法会 观音堂的师兄们 包括我妈妈和哥哥 都发菩提心 前往悉尼去住院法会 做义工 我知晓法会的书胜 所以特别想去 可正值学业繁忙之际 有作业 还有考试 情急之下 又跪于观世音菩萨前 真诚地向观世音菩萨祈求 我会努力在法会做功德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保佑我的学业顺利 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天上的母亲 孩子喊母亲 母亲听得见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在去悉尼之前 我就把作业提前基本做完 很惊讶于自己能把一切安排得这么好 这种力量来自于学佛后的改变 来自于观世音菩萨 在悉尼法会期间 每日与师兄们在观音堂 诵经礼佛 身心舒适无比 犹如活在天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带着不舍回到学校 已是次日凌晨 第二天还有考试 躺在床上复习了两小时 并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考试顺利过关 成绩下来后 刚好是我所求的成绩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从此之后 我坚持每周六来到观音堂 学习白化佛法 好好念经 念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 并发心为观音堂 做一些相关设计方面的义工 在同等付出和努力下 我的学习成绩有了不少提高 保持在七八十分左右 比以往要高出一二十分 不得不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神通 因为以往的一些经历 对异性 我时常会有一些妄想的念头 从悉尼回来之后 我又生起了一些妄念 梦中看见自己的鼻头烂掉了 为此我念了很多遍 礼佛大忏悔文 之后再也没有生起过这样的念头 相关的梦考也都过了 感恩菩萨的加持 自己的梦境也变得非常的明亮 不再有人追着 总是梦见自己穿着红色衣工服 在观音堂非常开心 学佛让我的内心 甚至人生观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以前让我纠结的事情 现在都不在意了 活得更自在了 明白了要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去做一些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情 居安要思维 念经学佛可以让我们趋利避凶 生活平安自在 希望在场的各位 不要等到灾难来时 才开始尝试学佛念经 平安时更要懂得珍惜和利用 这和平时光来修学佛吧 修心改命 如果您在未来面对 自己不可化解的问题时 请您一定要想到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这里关心您 关注您 想到心灵法门 想到今天师兄们的分享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能够帮您脱离困境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